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五个单位主管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第一场的施政总执行 是由我们林敏轩议员的施政总执行 现在开始计时 好 谢谢主席 那我们议长 林市长 施福特单位主管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 其实我们所有收看议事直播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正式进入总执行之前 首先敏轩要先感谢我们暖暖区的民众 给敏轩的支持 让敏轩能够进入市议会 为我们每位市民来发声 我会竭尽所能 认真的为敏喉舌 用心做好戴衣室的职责 那今天是本席第一次的市政总执行 那本席这边汇集整理了这段期间以来 从选举期间到担任市议员之后 我们所有民众给予敏轩 对地方上的建议与反应 那要来为我们的民众发声 那现在开始我们进入总执行的议题 林市长 首先感谢您 好景宁所带领的市政团队 在我们过去四年半以来 对我们金融市政的发展的努力 曾如您昨天背询的时候所讲 您的行事风格不是大张旗鼓 大势招摇 或是说是出一张嘴 而是实实在在 稳扎稳打的针对问题解决 努力做事 帮金融市未来的五十年打下基础 那本席身为我们暖暖区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我也要对我的选民 我的支持者 我们暖暖区所有的乡亲 来争取对于我们暖暖 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的建设 那首先 我咨询的第一项 暖暖区行政大楼改建事宜 这就是一个目前最刻不容缓 必须立即马上去做的事情 市长你看一下这张简报 现在这是我们目前区公所的一个现况 目前我们区公所 护证事务所 接在这个行政大楼里面 暖暖区卫生所是在旁边的二八一项 但是周边的停车空间 一位难求 几乎全部都是红线 只要一停车 就会立刻被驱赶或是开单取缔 那造成我们民众办公的不便 那像市长也很常来到我们暖暖区公所来 参加各项的活动 那应该相信市长也都有发现 像上次其实就 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 市长来参加这个 暖暖区公所所办的活动 那当中有包含我们民政处 社会处都有来参加 结果我们的公务车 也是被我们的警察局开单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看连我们的处长都会被开单的 不要看说一般的民众 怎么样去办公 你看这一张 左上角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 是区公所的门口 它除了红线之外 后面有一个公车等候区 公车亭 那它右上角这边 是护证事务所的门口 那右下角这一张是我们 区公所的后门 所以看这全部整段都是红线 那民众要来区公所办公 要来护证事务所办理登记 根本它没有地方可以停 它没插头 那个我们请教委座长先回答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暖暖区 行政中心附近周边的停车 有没有任何的 你的解决的办法 或是解决的方案 谢谢郁作 那针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也盘了非常久 那附近的停车场的用地 那在当初在做原始的 那个都市计划的时候 事实上是没有配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相关的那个公共建设 那也没有多目标使用的观念 所以以前的这个中正区公所 这些它事实上是没有 附建公共的停车场 那这个如果未来有改建计划 这个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另外我们也盘点了附近的那个空间 那几乎没有停车场的用地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蛮困扰的 那现在可以用的短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从路边的方式 所以我们东四街上面 那像东定路上面 我们就规划了那个停车位 那顺便一边小汽车停车位 一边有大车 那所以这个周遭附近的大车 还有小车原始上是可以容纳 但是要短暂的 像在这个老街这个附近的话 我们最近也是跟理办公处 还有跟排出所这些 我们希望在下一个阶段 暖暖阶街上面 去规划路边的停车位 这样的话避免就有长期占用 那再下一步的话如果可以收费的话 白天收费 那晚上就可以提供给居民免费使用 那白天收费的话 就可以提供给商业使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之前也就会刊过了 那也逐步的再话 我们希望暂时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 好 感谢我们处长 那陈如刚才处长所说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会刊 其实包含那个后续的会议 那时候是林文荣林区长的时候 我也有去参加过这个会议 但是其实真的深多周少 还是你即便画停车格收了费 其实它的那个停车的供给 还是远远低于需求 需求量还是非常大 那你能够解决的 其实就只是片面的 而且目前你那个暖暖街上 要画停车格 地方上的反弹声音还是很大 所以我这边有提出一些 短中长期的一些 让我们师傅来做建议 那刚才短期是像我们出场所讲的 因为短期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空白在那边 那中期的部分是说 现在目前暖暖消防分队要迁移至我们的暖暖运动公园 那目前在这个暖暖派书所 我建议它可以迁到我们那个消防分队的原址 那腾出那个 因为后面它还有一些宿舍的宿舍群 它可以来腾出这个空间来新建这个停车塔 那长期的部分 就是我这次质询的重点 就是我们暖暖区行政中心原址改建 那配合周边的市场预地用地的征收 那做共同开发做多功能目标的大楼使用 这个是我提出来中期的一个改善方案 我给市政府做参考 暖暖消防分队即将在民国111年底以前 要迁移至我们暖暖运动公园下方 那我建议将现在目前暖暖派书所 像我刚才所讲的 先暂时迁移至这个原本的消防分队这个地方 那在行政大楼重新改建后 那再迁回 甚至是说未来这个土地如果新建停车塔的话 它底下其实一楼二楼也可以来做 派书所来做使用 那这一块目前这一块暖暖街119号 是我们的暖暖派书所 这一块地方加上后面的一些宿舍群 下一张简报我会讲 下一个宿舍 这个宿舍群 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来做一个 新建一个停车塔 以解决我们暖暖街一带停车的问题 这个有点小 我focus一下 目前这个 我这边是我查那个像财神书要的资料 目前这边119号之一之二之三 一楼二楼全部都是做警察的我们的宿舍来做使用 我们多房间植物宿舍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简报有点小 我就念给大家听 宿舍堪用的现况 极有无处理的计划 它从第二条警察局的到最下面这边 119号之一号一楼二楼三楼 之一一号之二号之三号的一楼二楼 它的堪用的情况都是写上 屋况不佳 那待整批收尾后逐年编列预算裁除 那既然屋况不佳等于就是 你完全那个地方闲置在那边 那是不是可以 这个宿舍结合前面这个派出所 来做一个停车塔来解决 至少这中期的 这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至少有动起来 让暖暖街 那暖暖老街不管是行政中心 还是老街那边 都有一个停车空间可以出来 让民众来停车来做使用 那这个就是我这次质询的重点 长期的改善方案 暖暖区实证中心原子改建 那并配合周边我们的市场预地用地 办理征收作业 那共同开发 那个做多功能的目标使用 那披荐地下的停车场 以解决暖暖街一带 一位难求的停车问题 那也可以为我们暖暖区市中心 长久以来没有一座市场 可以带来一座新的市场 这个是我在独立市中分局所查到的 目前这个是机关用地 是目前我们的暖暖区公所 及我们暖暖区护证事务所 目前的所在地 那旁边这个市场用地就是 这里是全联 然后这边是整条卖吃的 那个什么廖妈妈那边整排 那这边是一个微笑蔬果行 那这个机关用地加旁边这个市场用地 这个基地面积还算蛮大的 那如果未来这边可以两个来做整并 共同来规划的话 那从我们的暖暖行政中心来做一个改建 就可以变到是说我们需求一次到位解决 能够有这几项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说行政中心周边的停车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现在目前我们 当然街上遇到最大的麻烦 就是我们周边一味难求 民众要半个工停个车 人家去买一个水果 还是去阿福凉面吃个凉面 整位乡买个面包 出来就一张红单了 900块可以买多少面包 可以吃多少凉面 对不对 那第二个好处是说 它可以将各行政机关 整合至同一栋办公 区工所 护证事务所 暖暖区卫生所 暖暖派书所 都可以在同一栋办公 让民众想要一次办理业务的时候 不用说东跑一个点 西跑一个点 可以一次来做方便的 有以利民众来办理各项的业务 那第三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 暖暖区 暖暖街上的民众 一直向我反映说 暖暖区没有一个 比较大的 或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 那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做豆工的目标使用的话 它就可以提供一个市场 甚至是一个美食广场的一个地方 那提供民众来做 不管是买菜还是做用餐都可以 那第四个就是 这个暖暖区民众运动的需求 这个地方未来 如果基面是够大 它的那个 楼层可以盖得够高 它是不是有机会来成为 我们基隆市 第二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如果说楼层没有这么多 是不是也可以保留一层起来 做我们暖暖区 市民的活动中心 这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 最后 我们现在市长很吉利在发展我们基隆市的观光 那你要有停车位了 你才有机会可以发展周边的观光廊带 比如说 我们的暖暖老街 风华在线 以清水公园为起点 现在清水季也即将到来 我们现在清水季办的活动 办的如此的好 我们台北市很多 不管是台北 新北 甚至桃园 新竹 都有很多游客在我们清水季的时候 来到我们这个清水公园 但是还是 每次都是停车乱向 区公所前面那条桥梁牌 停着乱七八糟 然后大家 都不知道说 要不要停一抖 都没有位置可以停 那你就可以以清水公园为起点 然后 目前刚刚 辟建好的暖心公园 然后一直接到我们双生土地公庙 到后面的水源地 发展这个绿色的清旅行 那现在目前暖东峡谷的 同军露营中心 也已经整修完毕 准备要往对外那个OT 那还有我们的暖东标普 我们上一个市政考察 才刚去看过而已 运动公园 你这整条的廊带 你没有那个停车空间 你根本不用发展什么观光啊 你没有停车 民众来不下长停 你怎么下来观光 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没有地方 可以把这个车槽留下来 尤其现在基辅公路通了之后 所有的民众 很多的民众 都往石分 往平溪 然后往九分 往金瓜石 那为什么就没有民众 可以停留在我们暖暖 那只带来 给我们暖暖带来的 就是过路的车槽 但是没有留下人潮 也没有留下前槽 只留下满满的塞车问题 噪音问题 空污问题 留给我们暖暖的市民 所以我这边 下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目前 有一个范例的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 行政中心 大同区公所行政中心 它就是一个多功能 复合式的目标使用的一个行政大楼 楼上它是做办公 下面这边是兰州市场 就是这已经是我刚才所提的这个概念 那未来的国民运动中心 甚至是美食街广场的这个概念 我希望说这个真的是我们目前暖暖区域 民众可以一次 是透过这个行政大楼的改建 需求一次可以到位解决 那请问 我这边就要请问一下市长 对于本习刚才所提出来的建议 有关暖暖区域行政大楼改建 可以一次解决这么多暖暖长期以来 所碰到的限制与瓶颈 未来要发展的限制与瓶颈 那请问市长您的看法或您的见解 好 谢谢林议员的指教 暖暖的老街这边 它是一个发展得比较早 然后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 去工所改建 当然可能是一种选项 不过这可能需要蛮长的一个时间 因为第一个土地也有问题 土地还没有取得 那更网论这个建物的部分 所以当然长远的发展的部分 可以来做这个思考 不过 因为这个是处在暖暖老街周边地区 最中心的一个地方 当你把所有的机能通通放在这边的时候 你也会把所有的车流 全部往这个地方来集中 那车流可能会比现在还大 那所以当然是可以短期 长期的话 当然可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 不过机能上 我们可能在做更好的一个规划 可能会更好 那林议员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这个停车场的课题 这几年其实市政府也想了很多的一个方案 包括在这个清水的空间 那个桥下 桥下下去靠铁路侧的这个空地 希望能够这个来取得土地 来新建这个停车场 然后另外就是 也学这个跟民间的土地的所有权人来做洽谈 那由民间来开辟这个停车场 那另外这个在现在的暖暖区公所旁边 其实也有几个停车场 包括在这个白公园旁边 其实那边腹地是比较大 那边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比全部Q在这个区公所这边 可能会好一点 不过那边也有碰到土地的一个问题 那土地如果现在要 现在大概不能用征收的 现在大概都是必须要协议架构 那这个金额是比较庞大一点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那这个我们会尽力的来 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来促成 谢谢 好 感谢市长 那像刚才市长程度上所说 他周边的土地或者说桥下的土地 你也是都是要编列经费来做办理征收 那未来也是要购置 也是要盖一个新的停车坛 那也是要编列预算 那我这边是说既然这个钱都要花下去了 那是不是有机会 因为我们暖暖区公所民国72年所建 那现在到现在也已经36年了 将近40年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地方能够开挖地下停车场 那是最棒的 而且又配合上面的行政中心 一并来做诊件 这真的是可以一次解决 我们乱接 接上所有的一个问题 包含就是交通观光 然后一次都解决 那所以我这边本期希望是说 是不是可以在下一个会期 那这边像本期报告这个此案的进度 就是说你们可以先去评估了解说 我们这一块机关用地跟市场用地 目前私人土地有多少 那要办理征收的话 预算是多少 那新的多工人目标 使用的行政大楼 如果真的能够成 那它的总体预算是多少 那最后经费的筹措 那当然是要有劳市长这边 我们私人团队这边来做努力 那我是认为 只要这个建设 可以在我们暖暖区 最终能够完成 不管是不是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只要这个行政中心改建可以完成 那相信我们暖暖人会永远怀念 我们林佑昌林市长的德政 那希望那个市长可以 就本期的意见 好好来去做一个规划 跟我们市政团队来做讨论 那接下来 那这张图 我们请文化局读发处 产发处 我们三位处长 特别看一下 因为这后续可能跟你们的业务会有关 就是这个地方 目前也很像我身旁这个同志卫同一座所提 它目前的那个 你们那个是哪里 委托行的再造的计划 其实就跟这个蛮类似 那这个我到现场看的时候 马上就想到说 我们暖暖其实也有很多地方 跟这个 跟照片里的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其实蛮类似的 只是说 照片里面的地方是这么的漂亮 但是我们的呢 我们的是百废待举 活化旧眷社 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 这个是我参选证件里面 很重要的一条证件 那我们刚才那张照片 拍摄的地点是在我们的台中市的省记新村 那这个是我们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金融市议会去考察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所拍下来的 那个时候原本市议会预计停留一个小时 那我想说 这个什么地方要停留一个小时 怎么停都这么久干嘛 中午要把头腰要吃饭 停这地方停一个小时要干嘛 结果我到这个地方 我呆到不想走啊 我还记得是我们那个医事组的同仁 来跟我讲说 诶明信议员 你们所有的艺座都上车了 剩你一个 我还被那样子连拖带赶 才把我赶上车 这个地方我真的 在这边看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说这个省记新村 目前已经是最夯的一个热门打卡店 它有美食咖啡 有文创基地 有创意市集 有我们的特色小店老屋新创 然后这么多 我来稍微介绍一下 它是原本这是 台湾省政府省记处的旧树社群 那经过台中市政府的 重新整顿跟规划 那获得重申 那成为我们年轻人 返乡创业的一个基地 那也成为目前台中游客 必访的一个文创的新景点 大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张图 它有特色冰淇淋店 然后左边这张图片 我们那天去考察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的 不管是年轻的情侣 夫妻 还是网红网美 他们拍照打卡的一个圣地 那像你看右边的照片 它有手工鞋 杂货等特色的小店 然后下一张图 这边你看到左边 它有一个蛮很漂亮的 很特别的一个阁楼 那右上角这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咖啡店 那个外墙是红砖 它保留它原本的那个红砖瓦 然后里面做一个咖啡厅 那非常有味道的一个咖啡厅 那右下角这边是一个 文创的一个商品 文创的一个小店 那我就想到说 我们我就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脑海中就立刻闪过 我们的惠民新村 那因为其实像惠民新村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左边这边 我稍微所引用的 我们王木齿王记者 在2016年4月7号 距今大概三年前的这个报导 目前81户 然后港务公司已经收回77户 代回收是4户 那1户在诉讼当中 这个是三年前的报导 那现在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然后那是希望 我们师傅团队可以去做了解 那这块地方目前闲置在那边 它是在我们地内 算是很中心的一个地方 它的对面就是地内国小 它的对面就是地内国小 但是这个地方 白在这边荒废了大概十几年了 从我国中毕业吧 还高中毕业的时候 到现在大概快20年 都是一直闲置在这边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 然后每次只要听到说 好像这批宿舍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都是指纹楼梯响 不见人引来 一直未有动静 那之前也说到说什么 不爱仁爱之家 目前陆珠玉高达九成 可能要配合我们政府的长照计划 那朝养生村的来发展 可是三年过去的 也是什么都没有 大家看下一张这张图 这个地方 有没有很像刚才我们 我们在台中 那个神迹新村的那一个 那个感觉 其实这块地方 一直闲置在这边 我觉得是非常的 呃 算是 呃 里面看起来就像鬼屋一样 甚至晚上 它有两排人行道 大家都只会走靠近那个 定内鬼屋这一侧 对面那一侧 没有人敢走 因为大家怕去 都像怕一样 毛毛的 因为我应该是 没有住人的 因为我刚才 我有上次有戒指进去看过 我去拍照的时候 我进去看过 应该是没有住人的 所以说这块地 一直闲置在那边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要干嘛 那所以说这边是不是能够请我们的市长 我们的市府团队 是不是可以向我们的港务公司这边来申请 不管是拨用 还是申请侠来借用 那可以活化这个地方 那也为我们地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假日市集 还是创意市集 因为像我们目前地内 其实开了越来越多家 那个很有特色很有味道的小咖啡厅 像我们目前最有名的 全北部知名的 就是我们的小市场咖啡 那我朋友 我的同学回来 我们地内都很开的在 那个什么 地内国桥旁边 有一家小宅门咖啡 小时光咖啡 小美人鱼咖啡 小猪咖啡 幸福满咖啡 其实这么多家咖啡店 淋漓在我们地内 那它都还可以生存了这么久 就代表说其实是有一些观光的台北的观光客 有来到这边 特别来做一个探访的这个动作 那就到这边喝咖啡 那既然他们可以为了一家店 就来到我们地内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不能把它做最有效的利用 那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而且它旁边有一大片的空地 其实停车倒不是任何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游客太多 其实对面东暖新村 港务公司那边 还有另外一大片 非常大片的停车场 包含游览车进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缺停车问题 反而地内不缺停车问题 地内缺的是观光的人潮 跟旧眷社的火化 我下一张也是另外一个 旧眷社火化的一个案例 要请市政府这边来帮忙 那就是说这个惠民新村 借由这个惠民新村的重新创生 除了火化我们的闲置空间之外 那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 我们更希望可以联动带动 我们暖暖区周边相关的旅游景点 比如说我们有龙门谷樱花登山步道 有我们的地内间炮台 在最上面那个地方 可以远眺101 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101 那我们的地内吊桥及河岸步道 我们的暖东苗圃运动公园 同军露营中心 暖暖清水公园 暖兴公园 水源地 等整个廊带 你要翻起来 我们希望中间这个中间一个节点 是可以有一个观光的新的火化进来 这个地方 下一张 来资讯室 哈喽资讯室 没关系我继续讲 等他们弄一下我继续讲 下一张是 这个是海光益村的那个 目前就也是就那个海军的宿舍 国防部的海光益村海军宿舍跟隐居新城 那现况目前就是像我照片这边说 所大家所看到的 目前海光益村 闲置的宿舍大概有340余户 那目前只剩下6户的眷属正在做居住使用 那剩下剩余的户数会造成治安的死角 或者是脏乱的点 那国防部 目前你办将那个空户 以铁皮为力把它围起来 但是他们要干嘛不知道 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因为那个我前两天收到 那个蔡司令立法委员 这边办理的一个会刊通知 就是说等一下10点半 在这个地方 国防部要邀请国防部的人来说 向他们了解说 这个地方到底要干嘛 那我其实我先打电话去 蔡司令立法委员办公室问 说你们不知道说 这个地方要做什么 因为两天后我要质询这个地方到底要干嘛 他说他也不知道 那如果说万一等一下如果我们实验办去 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围起来而围起来 怕造成治安的死角点 还是说脏乱点 而没有任何作为的话 我希望这个地方 是可以我们市府向国防部 那提出这个波用的计划 那由督发处来去做规划 这个地方 它的主结构其实都还不错 只要内部大概重新拉皮一下 它会整修一下 比起你重新再去找一块地 然后重新再盖一个 什么不管是社会住宅 青年住宅 合一住宅 或是日间长照中心 这个都是督发处 可以好好来去 规划的一个方向 那市长这边的政策也是说 希望说 目前长照嘛 那就是说希望说 七区大概有一个日间的长照中心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 可以蛮适合规划的 因为它周边就紧邻着 我们的地内的远远市场 那我们旁边还有我们的地内社区 我们素食共餐 我们目前社区 那个得到我们环保署 低碳家园的迎级认证 那也得到环境考核的 村里奖的特优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地内小瀑布 那往上走一点 就是我们地内的15号公园 现在有风雨球场的这个公园 那其实周边的环境 是非常适合来做 不管是任何的合一住宅 还是说日间的长照中心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活化利用的一个空间 那顺便也可以带动 带动我们生活周边的机能 跟一些经济的效益 那就那个以上 我所讲的这两点 这两个旧圈村的活化 我想请问一下 市长或是独发处长 你们的想法 或是你们的意见 好 谢谢 我想刚刚林雨昕议员 其实非常认真 也做了许多的一个研究 那这两个地方 其实最根源的一个问题 就是土地的这个问题 必须要处理 混民新村 这是港务公司的 如果照刚刚 林雨昕议员所提 他们是在思考所谓的 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 然后要推养生村的话 这个跟港务公司的 核心业务是无关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土地 应该依规定是要 缴回归有财产署 因为港务公司 当初在成立的时候 所划归给港务公司的 这些土地 有一个原则 就是它必须是 港务公司相关的一个业务 来做使用 那养生村 我想应该不是 港务公司的这个业务 虽然我也是 港务公司的董事 不过依照规定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跟它的核心业务 是无关的 这个应该是要缴回 国有财产署 缴回国库之后 由这个国有财产署 来做土地的一个活化 跟利用 那第二个 海关一村跟隐聚新城 这个可能要跟国防部 先确认一下 就是说这两块土地 是不是属于国防部 这个券改基金 或者银产 券改基金的部分 如果属于券改基金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拨的 因为它这个 它要进行相关的一个 券改的一个工作 那即便是它 如果它不是券改基金 可能也现在大概说 要无偿的拨 可能还要做一些研究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有非常清楚的一个 使用或者利用 或者发展的一个计划 才有办法进行 所谓的一个拨用 那如果它在银改基金 它在银改基金里面的话 那就是要花钱买 那就是要加购 谢谢 好 感谢市长 那刚才市长所提到 这个惠民新春 就是说如果它的使用方面 不是做我们港务宿舍的使用的话 它可能会收回去 那这个地方 我会跟我们立法委员这边 来做协调 那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那个地方 不要永远闲置在那边 做任何的活化都好 即便它收回去 它要做任何用途 我们都乐观其成 都乐其所见 那不要说 很像鬼屋 很像废墟 明明在我们现在地内 发展的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去 越来越蓬勃发展 然后有一块这么大面积的 淋溺在我们的 主要干道上面 在我们远路上 有一个非常突兀 那非常 看起来会摇头的一个 闲置空间在那边 那像刚才这个海光益村 就是闲置的这个旧券社 市长有提到说 是不是券改基金的部分 那它应该不是 因为它旁边 等一下我们会去做了解 我会就这个问题 在那个会看的时候 我会向国防部这边来做询问 那因为它旁边 目前的海光益村 新的已经全部都盖好了 那它现在这两块 就我们所知是 它真的不知道它要干嘛 那时候其实早在前年 还是去 还是去年 前年底还是去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有听到就是说 他们国防部有来跟 像我们那里 区公所这边来讲说 它要把它封起来 那要干嘛 不知道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那今天 要办理会堪 我等一下过去会 我会去做这个相关的了解 那主要目的就是说 希望我们地内 不要有这么多的 闲置空间 摆在那边 那容易造成一个 自然的脏乱或是说一个危险的一个死角 这是我最想要改变的这个地方 那下一张 我们处长 民政处处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个 那个什么 油漆都已经全部剥落了 钢筋也都已经裸露了 这个地方 看起来应该是报废的一个 可能比我们刚才我所提的 那两个闲置空间的屋况还要差 还要不好 那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地方是我们八独里 这张照片是八独里 李明慧堂 它到现在还在使用 它已经超过50年以上了 那目前我们八独四个里 八南里 它的李明慧堂 在八独国小地下室 八南里的李明慧堂 在八独国小地下室 八独是在八独里 那为什么八南里的人 不管是一二七项 一八五项 都要 那个什么 可及性很差 它明明就在八南里 可是它要到八独里的李明慧堂 才做使用 那八中里的李明慧堂 也已经太过老旧 不服使用 八独里就是现在 右边这样的照片 它基本上钢筋水泥 都已经露出来了 会不会在里面办活动 干嘛的 还有危险疑虑之余 那巴西李明慧堂 巴西里是我们八独四个里 人口最多的 但是李明慧堂是最小的 然后李明慧堂还有一半 是占用我们私人土地 现在也还在跟市政府在诉讼当中 那是不是我这边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跟我们明证处跟我们市府来做参考 研理并办理 就是在我们台铁八独站旁边这块空地 是不是有机会来向台铁局来做申请 一样是因为我们暖暖区镇 你看我刚才一路讲过来 全部都是中央单位 所以我们的立委很重要 除了我们市府要做之外 我们的立委也非常重要 那这个地方向台铁来博用 甚至说如果台铁局有意识在我们的八独 那个火车站要重建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一起 一并来新建这个八独地区的联合活动中心 跟我们的民众来做使用 不然我们伯父都很可能的 我们的那些要去办活动还是什么 你看都是这个场景 我们看来都不太敢进去 何况一般的民众 对这个请我们民政处处长 是不是可以就朝这个方向来做办理 可以吗 谢谢林明群议员的办理 可以因为是26分钟了 可以或不行就好了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因为其实这四个里 确实有这个里面方向的需求 不过台铁是不是要 要改建成新车站 这个我们要再跟台铁来做一个协调 如果说它有改建计划的话 大概比照像七毒火车站上面 同样它有 我们等于说跟它合作 有理由的东西的 对啊 这个我们乐观其成 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准备了七大项 现在才问到第三项 就已经剩26分钟 时间哪里 还快 来 第四点 来 便捷通行的交通运输 这个也是我在参选的阵线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争取客运 从暖暖往大内湖地区 目前有我们瑞芳的内科跳花公车 在我们暖暖没有停靠任何一站 我稍微讲快一点 下面就是我们强力监督 我们客运施工车的托班问题 目前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 算是有点严重 然后像现在目前看到这张照片 这两张 一张是我在这个第十九届 第一次第二次临时会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提案 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 市政府这边可以规划一条 国道科运从暖暖往内湖方向 那我这边得到我们教育处的回复是说 目前内湖科学园区 然后交通较为庸舍 在需求未明确的情况之下 较不适合做新的路线 或是增加内湖地区的车班 这个地方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教育处长 对于说我们目前有这一个 从暖暖到内湖 不是教育处 交履处 我们有暖暖到内湖的这个需求 那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请交履处长简单 因为时间不够 如果有那个需求的话 那事实上我们会来说服台北市政府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要路权还是在他那边 那他对这个用塞路地区 如果没有很强烈的说服他 有这个强烈的需求 他不太喜欢再增加新的路线进去 这部分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 这部分我们可以来说服他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那就是之前一座在讲的 这个瑞芳道内科这个部分 这个我等一下 这个等一下我还没讲到 先讲左边这个就好了 先讲左边 对就是刚才我讲 那自己心批一个路线是到暖暖到内湖的 这个我们要来清一下 就是他的OD的那个量够不够 因为这个到后面 这个是一个成绩的快捷的公车 这部分要到公路总局 公路总局在省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个需求 对啊像现在不只是 你看你如果说出往有空的时候 白天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诊断包含地内包含暖暖 其实我们非常多的民众上班需求是往内湖去移动的 那这个是上班的民众 那当然也有一些往内湖去购物去采买的族群 比如说内湖好市多家乐福这些日常生活用品 那到美丽华去逛街的这些下午茶的族群 或是去购买运动用品这些大厂迪卡农都在我们内湖 那其实会有很多的民众 其实他不只是在上下班时刻有这个需求 他其实平常这条路线只要有通 其实这边都可以养得起这些 都有这些客人来养得起这条路线 那就像刚才所说的 第二个是说右边这边 我们那个跳跪公车 其实这个我已经先发文给我们交旅处 那请我们交旅处向我们的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这边 来做那个询问 那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说 目前跳跪公车的原意是以站位少路线直达为原则 那我刚才提了三个点 宝祥吉祥社区东暖新村及十六坑这三站 来做跳跪公车直达的一个新站的一个设置 那他回答是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 恐影响既有乘车民众权益 故仍维持既有站位为宜 那你们那个新北市的跳跪公车 经过我们基隆市的路权 那从你从四咬亭这边过来 从保安基辆第一站到你上了 从南加潮过去之后 从巴独交流到上交流到 你们这一段这么长 战厌我们的基隆市的这个路权 那你一站都不给我们 那新北市民跟基隆市民怎么差那么多 我们不是市人公民啊 处长 是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有再去争取了 就5月17号的时候 其实上礼拜我们有再去争取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私底下 在跟新北市交通局 是不是拜托他 针对一座您讲的这三个站 我再做一个检讨 即使三个站没办法的话 那最少也要给我们一个站 那事实上就像一座讲的 他经过我们这个区域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民众的一个便捷的上下车的地方 是 我知道 因为这个我发文后来 工运科最近有一个文给我 就是他们再发文一次文过去了 说最好是可以两站 那真的不行 最少最少要一站 你说一站都不给我们 太欺负人了吧 一站都不给我们 如果说这次的发文 如果再度被打枪 那请问一下我们处长 可不可以强硬起来 直接我们路权不要给他们 请他们既然你要快捷 你要快嘛 你跳公司路线要直打 那你就不要经过我们基隆市 你一站都不给我们 你不要经过我们基隆市 你麻烦你绕道从62上去 可以吗 我如果这次回来又是被打枪的 我们可不可以路权干脆就不要给他了 你要强硬起来啊 好不好 那 出版没关系 你不用回答 这个之后再说 好 我们来这一页 因为现在我时间真的不够 来 第二个是下一页 事工车及客运拖班问题 R86也是一个 服务处电话从选举前到现在 接到不能再接了 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过来说R86的问题 尤其是一位南球 车子来了 每次都眼巴巴看着车子经过 客满经过 那都上不了车 尤其是我们暖西里东西庙这一站 那很多民众假日是要往七堵去 不管是买菜还是去七堵通行的 他都没办法答案这一班 那是不是那个厨房这边能够解释一下 为什么R86它误点跟拖班 跟一位南球的状况是这么样的离谱 其实不是R86 那1061 1088这些 那其实自从一粒一休以后 那它司机员是全国都是大规模的缺 那像游览车也几乎都是这样 那其他客源公司 像国光啊大多贵这些都一样 就是说他司机员的招募是蛮困难的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他们 尽量维持既有他们申请班聚来 好 谢谢处长 那这个就麻烦处长 那个赶快几地去帮我们争取 去了解一下状况 看可不可以立刻来改善 来 下一页 那个工作处长 这个地方您觉得 适不适合民众运动 或是散步 或者是在上面做任何的行走 来 处长 他是比较生态啦 对民众行走的便利性是比较差一点 这个是我们地内的航训步道 这个每天晚上都会有很 只要好天气 晚上 尤其假日更多 都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做运动 包含他可以接到后面的地内吊桥 那个吊桥土地公庙 连接到过港那边去 到新农路那边去 这个地方我想请问一下处长 你就这几个问题回答我 尽量快一点 因为时间真的不够 第一个 每年水利署石核局 给我们基隆市政府及新北市府的维护经费是否相同 因为这条维护好像是石核局拨经费 让我们河川水利科 他们的河川水利局来做尾管嘛 是不是 就我了解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段是中央河川局委托我们代管 对 代管嘛 所以除草的部分 我后来了解的结果是 我们应该是每年有除五次草啦 不是 经费 我问的是经费 是否相同 经费 看河段的长度啦 因为基隆的河段长度本来就不长啦 可是我们这一段比起新北市 因为新北市他们到上天里那段就停下来了 其实我们的段我们从定安里连接到下面的世界货归那边 其实我们的路段应该比他们长喔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你回去可不可以帮我了解一下说 他们的维护经费到底给我们比较多还是一样 还是说以路段来讲 不一定 钱当然不可能相同 但是说以路段的比例来讲 是不是我们的钱跟他们的钱是一样的 不然为什么很多民众经常跟我说 我有什么为四个人交代来到订来的时候 人家的头是那个草都除得很干净 那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我只能问我们公务处啊 那这就是我第二个要问的嘛 为什么交界路况差这么多 那第三个问题 为何一段喔 大约200公尺从这边开始算 往前走 要跟四小姐交界的时候 目前我们看到是这个嘛 这个大的瓷砖 那中间都有这个 那个什么草长出来这个缝 那中间有一段是铺薄油的 然后在下一段 它是变成是 一样是这个材质 可是它是变成是小砖块型的 比较密的 比较小比较密的 它一段不到200公尺的道路 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材质 他哪有一次做 你两个同一种材质 你就做一起啊 为什么要分成三种 那民众一下走 就是他 第一个看起来就不是很美观 我刚才补丁式的 有一段没一段 好像去吃山了 然后第二个是说在行走 一下子这个材质会滑 那一下又变薄油是好走的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跟林医院回报 因为基隆河那时候在整治 大概水利处出动各河川局 来支援这个河段 所以不同的河川局 它做出来的最后的铺面材质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区块的铺面材质 因为还是属于河川局要管的 这部分我们会跟死河局来反映 然后另外跟议员补充报告 我刚才讲的除草的经费 是不包含防汛步道 我们讲的除草经费是 目前行水区河道内的除草 那现在那这段的 这段的养护是属于哪一个单位 是区公所还是是 一样是我们公务处 因为你这段不可能说 你都没出力嘛 不然他花价钱是不是都不出力 这部分我们转给河川局了 请他做材质上的改善 看怎么样是比较好的 就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好 那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环保局 是否能够在这边增设一个流动厕所 如果我们这边有志工 愿意来排班清理或打扫 如果短暂的 跟议员回报一下 如果是短暂的 当然是可以支援 那我想流动厕所的设置 最主要是要有人愿意能够来维护 要不然它会成为一个脏乱的一个点 是啊 如果可以的话 会不会又要像石河局 要像核酸水艺署这边来做 他们要跟他什么 要他们的土地实用同意 还是什么的 还是说我们流动厕所 就可以直接摆在那边 因为民众在早上早起来运动 包含那边有一个 和香火很兴盛的 这个吊桥的土地公庙 其实每天早上还有 在那边跳毛巾操 然后运动的人口 大概上百人 甚至上百人以上 民众在那边运动 那真的有时候内急还是干嘛 什么没有一个厕所 蛮不方便的 跟议员报告 我们设置的地点 还是要跟相关的维管单位 来做一个确认 如果能够让我们放置 我们会放置到可以 好那这边就拜托我们 環保局跟公务处 我们稍微通力合作一下 解决我们民众 因为这个真的是每天 民众必须要在这边运动 在好天气 人真的很多 希望说这个可以 能够成 然后让民众 有一个更方便的 一个环境来做使用 好 感谢局长 下一个 这个地方 市长 我们那个暖染区 没有任何的 处理使用分群里面 没有任何的工业区 那像是我们现在 你看到这张照片 那天我们暖染区 三位议员也都有去现场看 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这根 这么大型的锅炉 搞得很像 很像不知道在哪个工业区里面的 这个照片产生 这是我们那个世界货柜 那个匠城有限公司 它燃烧废油混合物 造成附近的空污 跟环境影响的一些问题 匠城公司所在 是在我们世界货柜 仓库里面 它的土地使用分析 属于是仓储区 那但是我们 我上次 我办理的会刊 有邀及 我们相关各单位 都发处 环保局 产发处都有过去现场去看 那他说他们 这个是 在仓储区里面 可以做48小时的站置 那他是站置而已 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些锅炉 然后来做 加热 不要说燃烧 他们业者回应是说 加热不是燃烧 那排放出来的气体 那造成我们附近很多社区 比方必然大地二代 果然江山 还是说我们的皇家极品 罗杰天母 我也住那附近 市长 这个地方 它每年 民众只要到四五月的时候 你说 夏天的时候比较没有 你在四五月 准备要接夏天 这个时间 像这个时间 就开始有很多民众 用来像我们这边反映说 都闻到恶臭 然后他们的窗户 堂天母都不打开 全部上面都是黑黑的 一粒一粒的 然后包含是说 这个 有没有那个 他们燃烧过后的废油 它到底 流向在哪里 我请教一下我们环保局 他第一个 他经处理蒸发过后 排出了气体 环保局是否有去采样检测 那当天 当天我们在会看的时候 环保局的同仁这边是有 允论我们说 那个 他会请我们的 环境相关的公司 来去做正式的一个检测 会把正式的报告给我们 可是我们四月二号会看的 到现在这个会期 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三号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好 谢谢玉座的关系 那我想 整个环保局是管污染 所以 这一个 不管它什么的行为 一定不能造成周边的 环境的污染 那有关于 林源之前有要求的一个检测 我们有去检测 那一般检测公司 我们是委托是合格的检测公司 因为这个会做为处分的依据 所以我们找公证第三方 经过环保署认证 那那个资料出来吗 大概要一个月 一个月 那这个相关的报告如果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送给 那能不能在一个月以内 你是说 你是说从它去送检测到 检测到一个月 那我们什么时候送检测的 那个我们还要再 确认一下 再跟 那至少一个月以内 今天是五月二十三号 那可不可以在六月二十三号 六月二十号以前 可以把这一份检测出来的结果 给我们 你让你去三位一座 可以吗 可以 那第二个 我继续请问你 那它这个燃烧过后的废油 不要说燃烧 加热过后的废油 它的后续处置的情形 是不是有排路基隆盒的疑虑 你们有去市场看过吗 因为那天我办理会堪的时候 废管课没有来啊 根据做报告 这个在之前我们曾经 有针对整个河川有做过巡查 那他们也被我们有抓到 有一次不小心把油漏出来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做一个处分 便要求他们提出紧急应变措施 去做一些污染的一个改善 那至于一座所关心的 它的所谓的废油 因为它还要送到最终的一个处置场 这个有关于整个的流向的部分 我们都有全部掌握 因为它这个 其实民众在之前 之前也都有很多民众检举说 它是有疑似 我们不能说一定有 疑似 它把废油倒进去我们基隆盒 排放置基隆盒 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局长 不好意思我剩10分钟 但是我这个还是要讲 我们人类生活的 生存的三个要件是什么 阳光空气水 对啊阳光空气水 阳光我们不能控制 空气跟水它占了两样 为什么凭什么降成公司 他们在赚钱 那留给我们是空污 恶臭 南文 然后全服栗子 然后水它如果万一倒进去 目前我们基隆市所喝的水是 基隆盒一部分 新山水库一部分 然后送到那个我们自在水公司 来做过滤跟一个净化 然后来到我们基隆市民 给我们基隆市民喝 那万一它真的有排入基隆盒 那你看它三个要件 它就给我们三分之二 三个生存的要件 它两个要件已经被你污染了 为什么 凭什么说 踏在里面 让人在谈 然后继续恶果让我们来承受 我们要忍受空污 要忍受喝的水也不干净 然后每天 那个那么难闻的一个空气 然后尤其他们 会有每天都有一大排 现在状况比较改善了 但是之前都会有一大排的货柜连接车 围停在我们整个远远路 从那个世界货柜门口开始 我们那个福安土地公庙 整排接着我们的三臂 一台接一台大型的货柜车 不知道在干嘛 空柜进去空柜出来 那我严重怀疑它在里面 是不是去里面偷加这些 处理过后的油 这我合理的怀疑 我不敢说一定有 但是我合理的怀疑 那也造成周边 因为那个时候 每次都是上班时间 那其实有很多民众要上班 虽然说它是对象 但是也是有很多 可能夜班回来的民众 没注意就撞上去了 然后也不能够 把这些这么大型的货柜车 都微停在路边 那这边我希望说 就如成如 刚才我们环保局长讲 要一个月 那我希望在6月20号以前 第一个它的检测 的检测结果 一份给我们三 跟我们短暂区三位议员 那它的 呃 廢油的处理情形 也书面报告给我们 那它的那个具体操作 以及排放之气体的合格 合格证明 也是也要一份给我们 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都 来 市长 谢谢 好 谢谢林米勋议员 提这个议题 我想这个应该 不是只有 環保局去厘清认定 我想这个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具体 违法的行为 应该是还蛮清楚的 依照这个仓储区的相关的规定 只能暂至 暂存48个小时 暂存48个小时 就是因为6日的关系 所以它暂存48个小时 那是暂至 挂羊头卖狗肉 违法使用的这种情形 那我要求各局处 就是严查严办 一个礼拜之内把它处理掉 不需要到一个月 好 谢谢 好 感谢市长 市长英明 因为其实我本来后面 就继续要讲 市长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 那感谢市长 替我们做处置 那下一张 汽机车夜间噪音的问题 这边我们要麻烦 我们警察局 及我们环保局 可不可以说 因为本服务处 本鞋服务处已经多次 收到我们民众的陈情 就是说每天晚上 地内的远远路 地内街 东市街 基伏公路一带 暖暖街一带 只要每逢夜间 尤其周末 不定期都会有 我们的改装汽机车呼啸而过 其实我也住在远远路上 大马路上 其实楼层越高 声音越大 有时候半夜十一二点 一两点 真的是机车还那 我不知道它那个 摩托车它的手 是有什么问题 是中风还是什么 陪下来想一样 嗯嗯嗯 你一路 你都没办法好好一路就是 轻轻的划过 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个声音真的很吵啊 如果有小朋友 像我们家有小朋友的 半夜起来 妈妈靠 整个晚上不用睡觉了 我们就处理小朋友就好了 那有一些民众 隔天要早起上班的 其实真的是 非常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已经不堪其了 我们本服务处 也已经收到 非常非常多的陈情 所以我这边建议 我们警察局 我们每个礼拜 其实不管每个礼拜 还有两个礼拜 其实我们都不定期在 我们各个路口 或是各个大型的 路口都有 那个 久测的检测嘛 那是不是可以 汇同我们 环保局 汇同我们监理站 多做一个 比如说 联合机查 就是测 他们的排气管噪音的 那有问题 噪音分配 分配机测出来 超过 那就请他去监理站 把排气管换回来 不然 如果现在 乌兔摩店 真的在做乌兔摩店 真的在做乌兔摩油的 那些都没有了 你现在看到 基本上 摩托车店 全部都变成改装车店了 这真的是很吵 这真的是非常 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那请我们环保局 跟我们 配合我们监理站 配合我们警察局 来做这些方面的管制 来 最后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跟我们 张浩瀚议员 借最后五分钟 我现在这五分钟 要讲一下 有关于我们 那个月煤气土厂 我们刹死车的 很严重的问题 那个 处长 公务处处长 目前现在 月煤气土厂 它是 很多我们 在一些营业用的 一些废弃物 还是任何气土的东西 要往我们月煤气土厂 它会从我们的月煤路 左转我们暖江桥 右转新隆街 然后往那个 我们新义区 这个月煤气土厂 来做行驶 那现在每次 有发生过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它在左转的时候 其实 月煤路是有两个车道 月煤路两个车道 最后到那个 暖江桥的时候 并成一个车道 往那个地内去 那是不是 我先问交流处 是不是这个有机会 让左边的那个车道 是不是可以增设一个红灯左转 因为目前它那个红绿灯的设置 是没有红灯左转灯的设置 出长快点快点 剩四分钟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到时候我办一个 请教育处办一个会看好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个真的是 民众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 选举拜票的时候 我们站在暖江桥头 看到很多 每天早上 其实那个 都很危险的 沙子车 大车欺负小车 他要跟你玩就要跟你玩 他看到只要对面 来向从地内出来的 看到只要 你距离还有一段 他就直接给你强行左转 他也不管你说 你们速度是不是来不来 一剎车还是怎样 他想要跟你玩就跟你玩过来 开车都比谁都凶了 然后 没关系 处长请坐 下一个问题 我请问一下公务处处长 我们暖江桥 什么时候盖好的 新的这个暖江桥 什么时候建好的 我记得应该是103年 104年 104年 好 104年到现在 大概四年的时间 那这条四年的桥 应该算新吧 算新嘛 对不对 那我们很多民众 在那个暖江桥上面 等红绿灯的时候 尤其是从过港回来 要往右转往暖暖 左转往地内的时候 很多民众在上面 其实 感觉是像在做敲敲板 不用去公园玩敲敲板 我们停在车上 就可以坐敲敲板 只要煞车经过 它那个震荡幅度 是非常的夸张 在车里的海 这个你们有没有 最近一次做过 这个暖江桥的检测 还是它耐震程度的检测 你们最近一次 什么时候做的 最近一次 应该就是 我们桥梁检测去年 那它的检测状况是怎样 新的桥梁一般都不太会有问题 因为它是钢垢桥 所以它那个 政府还是比较大 好 那么下一次有机会 我开车带处长 我们来到那边去等红绿灯 你就会体验到 那个暖江桥的政府 我常经过 对啊 处长也住暖暖啊 你应该有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 那我们会注意 那个该加强检测的频度 我们随时会注意 那为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汽车场的 车辆情景 我们这个有没有 我问一下教育局 有没有车辆管制 这是属于教育局的业务吗 有没有限制 一天 我看应该有上百台 经过那个地方 每天整百台 三十车在那里 爬过爬过爬过 是讲桥上吗 这整条包含新农路啊 不只是暖江桥 新农路是我后面要讲的 这个时间不够 新农路整段 路坑坑巴巴的 住新农路里面的书书 虽然不多 但是它也是我们的市民啊 也是我们的民众啊 为什么他们 要每天忍受这些这么多 砂石车进出 然后路压得烂 破破烂烂的 那我们这些民众 要在暖江桥上 好像在坐盘秋千 坐乔乔板一样 那这个管制上面 一天有没有管制 说几台 可以行进我们这一段 我们当初给他的 份额是240辆一天 那另外就是 不会太多吗 当初规划是 那桥会不会被压坏 桥的部分的话 这个要供出他的做结构 对啊 那你们有没有 如果他认为有危险 如果他认为有危险 我们就把它禁 一天两八四来吃 他都集中在 晚上没跑嘛 他是集中在早上 八点到下午五点这段期间 那中午又扣掉一个小时休息 其实他都集中 尖锋集中在我们上班时间 因为我在那边 拜票站入口的时候 其实每天上班 那尤其我们地内的民众 暖暖街的民众 要出来往台北 都走那一条 那他又在白天的时候 那么多车一次密集进来 那都会造成我们 就是第一个车子 车子跟车子的针道 那又危险 然后长期这样碾压过去 暖家桥也是有 那个耐症的一个疑虑 然后新农路整条坑坑巴巴的 整条那个 有一桿没一桿的 我们会跟警察当会反应 因为这个七点到九点 是禁止他通行的 所以上班的时候 是不应该有的 好 谢谢 我们再跟派出手 好 最后一分钟 这个问题蛮严肃的 市长 市长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教育单位是否应该犯政治化 教育单位 当然不应该犯政治化 好 谢谢市长 教育处我们代理处长 会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 教育单位要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 那是否应该犯政治化 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他们 你们的立场是行政中立 好 那个主席 我的咨询时间 先到这边结束 我等一下会跟我们 那个彰化议员 借五分钟 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是这个 下这个表题 好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 市长 及我们各位 市府同仁的努力 接受我这边的咨询 那我们都希望 一起让我们的基隆市 可以越来越好 现在目前市议会 换了一半以上 新的新科市议员 我希望我们的城市 也可以朝向更新 更进步 更美好 谢谢 以上是我们 林敏兴议员的 市政总咨询 时间到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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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